天王周杰伦出道超过20多年 唱红无数经典歌曲 在华语歌坛的地位 可以说是没人能够撼动 近期更是宣布成为Dior全球大言人 根本就是家庭事业两得意的人生胜利组 不过最近却有帖粉发文说 我还是对周杰伦有点有爱深恨了 更在留言区开炮 觉得杰伦结婚后果太顺 写不出跟以前歌的感觉就算了 当台湾人竟然要出国 才看到周杰伦的演唱会没关系 现在竟然跑去当什么Dior大使 欺诈喊我收购你了 不止如此 他还开启一连串抱怨 只说他跟Dior的气质完全不搭 还在那边变魔术 有恨周杰伦 周杰伦应该被归类在国外歌手 一番发言是让无数网友觉得中肯又爆笑 纷纷留言忠实粉丝的愤怒 感觉真的很气 还说爱在昆林前 他真的回不去了 不过原po抱怨归抱怨 出发完情绪还是乖乖继续听杰伦的歌 看来身体还是相当诚实啊 哈哈哈哈